这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上最艰苦的一年 1939年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实施最残忍的三光政策 烧光 杀光 抢光 这些畜生见人就看不分男女 老人不肯配合 他们就杀老人 孩子不肯配合 他们就杀孩子 禽兽不如的他们所到之处 只有一个词能够形容人间地狱 但是这一天夜里 前往杨家村扫荡的上百名鬼子们 终于遇到了杀神 高草丛中 浓雾弥漫 但见一张鬼脸转瞬即逝 引得鬼子们仓皇开枪射击 找不到出路的鬼子们 搭起了人梯向四周张望 等待他们的却是大快人心的复仇 头戴铁斧鬼面的人 隶属于马甲屯敌后武功队 整个华北平原将这样的武装力量很多 总横交错的地道更是不计其数 上千条的地道机关密布 不熟悉地形的鬼子们 一旦踩入陷阱 基本难逃一死 这就是齐齐地道战的威力 骚蕩接连受挫 鬼子们不淡定了 为首的少佐 梅葬菊四郎 是个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战争屠夫 他把村民抓来 用球棒发泄自己的无能狂怒 但新派遣指挥扫荡的大佐 虽然是个一只耳的残废 但此人阴险狡诈 一眼就看出了地道战的弱点 入口 出口 太容易被识破了 那一夜 老天爷不开眼 杨家村 数以百计的老百姓 惨遭血腥屠戮 等到麻雀屯赶来支援 残垣断壁中 只剩下如焦炭一样 无法辨认的尸体 在那其中的女孩 一天前还天真烂漫的讨要玩具 如今早已没了呼吸 此仇不报 势不为人 望着同胞们死不明目的尸骸 男人几乎咬碎牙齿 他要让这些地道成为鬼子们永远的坟墓 预知这场奇奇地道战的结果 各位不妨点赞 评论 点击头像 看看咱们中国人民运用智慧 一举歼灭小鬼子们 用了哪些妙招 日本鬼子的生化部队 到底有多恐怖残忍 在对抗地道战的几次较量中 中国老百姓终于领教到了 在一只儿的带领下 这批生化部队投掷弹药 不仅寻出了躲藏在地地的乌辜村民 同时也探明了所有地道的出入口 剩下来的就只有屠杀了 你以为这是鬼子们太聪明 不 这场悲剧竟然出自 马加腿敌后武功队的内斗 在目睹杨家村全村被杀后 从北平学城归来的野城 认为要妄争捉鳖 方能获胜 他说 大川 我们只有改变策略 才能不挨打 可土生土长的大川 觉得野城是个怂货 立马骂了回去 东面地道 你随便操作 人和工具 你自己想办法 咱瞧结果 争吵后 大川带走了围里所有的青壮年 留给野城的 都是些老弱病残 但事实证明 瓦底道是个技术活 遇到他方 数学能力要比张东升还厉害 才能救得了人 在弹性限度内 物体形变跟一起形变的外离成正品 这个定律是英国科学家胡克 发现的数学家胡克定律 表达胡克定律的方式是 F等于Fx 其中的K是常数 没听懂 也没关系 野城设计的致命陷阱 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 让鬼子们活着进来 再变成人渣出去 事实证明 战争不仅要靠勇气 更要靠智慧 以至而悄悄摸进马甲屯后 大纯主动发起进攻 不出几分钟就死伤过半 等到鬼子们进入地道 惨绝人寰的一幕发生了 在鬼子们先进的火力碾压之下 一个接一个的倒下 掩盖自己弹尽粮绝 北方汉子的血性被激发出来 大纯掏出铲刀 就要拼命 接下来就看我们的 也许是扫荡的节奏太过顺利 少佐梅藏举次郎 这个蠢货开始飘了 他拎着手下一群 王八高子走入了地道 网图将麻将屈的老百姓 一网打尽 看着敌人踏入圈套 野城只说了一句 穿孔偷袭 人肉作串 隧道滑梯 神出鬼没 等到这群畜生看到脚下的引线 以为侥幸躲过一劫 实际上 他们早就一脚踏进了柜门关 甚至干掉他们 都不用浪费一颗子弹 那么野城的埋伏计划 到底有没有成功 小鬼子们又到底死于何种方式 各位不妨点赞评论 点击头像 下一集 奇奇地道战 惨烈又悲壮的结局 绝对不容错过 1939年冬 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 这帮禽兽 在华北平原的三光扫荡 越加猖獗 在剿灭马甲屯的行动中 一只而率领的日军 每个人手上都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不过 当遇到神出鬼没的地道战后 他们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可惜了少佐 梅菊藏刺狼这头畜生 毁容后 竟然活了下来 感觉智商被摩擦的他 举起军刀 就要切腹自尽 一只耳拦住了他 眼珠一转 心生歹念他 要用焦土计划 把顽强抵抗的马甲腿 变成孤岛 打仗不是请客吃饭 日本人动起手来 根本就是赶尽杀绝 在一轮又一轮的轰炸中 叶成的父亲死在了刺刀之下 越来越多的伤员 也快挤满了地道 此刻想要正面打赢 装备精良的鬼子们 已是不可能的事 叶成清点人头 做出了一个非常冒险 却必须一试的方案 从旧矿坑出发 利用瓦斯直接端掉 一只耳的老巢 然而敌人不会蠢到等着敌和武功队 挖通地道 想要成功 他们必须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地面部队 佯装进攻 吸引火力 用前赴后绩的牺牲 换来了宝贵的时间 同样在地道内 石头黑色 这对兄弟 以万夫莫开的勇气 用血肉之躯 拖住了鬼子们的脚步 但要说最令人动容的是耗子的牺牲 被鬼子嘲笑为武大郎的他 面对梅葬菊 此郎的疯狂砍杀 哪怕整个人都被刀尖挑起 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讲比那些鲁墨仙人的抗日神篇 七夕地道战 是一部标准的良心之作 他没有刻意贬低对手 反而着重刻画了 日本侵略军的狡猾和残忍 至于一只耳的命运 夏淑只想说 这位活该千刀万剐的战争狂人 最终的死相 还真的让人意想不到啊 好了 今天这段传奇故事 就先说到这里 对于喜爱战争片的影迷来说 七夕地道战 是整个八月 绝对不容错过的佳片 记得看完本篇评论留言 你的观影感受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